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他们正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 这一天是1953年10月1日国庆节 指什么呢 其实我是指一个常心电机车车辆厂 一个火车模型 模型当然做得很大了 在天安门上看得非常清楚 它那个蒸汽机当时不是蒸汽机吗 就冒着那个蒸汽 然后轮子转 在天安门上看得都非常清楚 那当时没有现在这个科学发展的这样 各种各样模型 当时看那模型觉得太逼真了 所以就高兴着跳 开小火车还冒烟 然后就高兴 毛主席就俯瞎身来问我 你在看什么那么高兴 我就手指着那个 这是他们 摄影记者就跟过来赶快 劈了啪啪啪的 这张照片的题目叫做毛主席和少年儿童 张军英和旁边这位叫做王小孩的男孩子 刚刚代表了全国少年儿童给毛主席献花 到个天呢 简直就往毛主席那儿跑 我赶快跑过去 他跑得比我快 那小孩太壮了简直 跑到那儿把花献过去 我跟毛主席握手就不撒手了 你吃饮我 握的我就 抱着花怎么办呢简直是 我说没办法 赶快 我就 嗯 我就赶快得把这花放开 赶快给毛主席进一队里 然后毛主席一看 哦 张军英修 还赶快把花献过去 跟毛主席握握手就站着毛主席 我站着毛主席右侧 从1951年开始 每年的国庆和五一庆祝游行中 都有一男一女两名少先队员 跑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 去给毛主席献花 这些孩子都经过了千挑万选 并由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亲自确定 他们说呀 女孩子怕害羞 如果跑到金水桥那边 要是晕场的话就很糟糕了 是全国人民面前给毛主席献花晕倒了 这不行 得找一点大的 你知道吗 我就属于那个什么胆子大 什么稳定 到哪都敢说 敢笑 这种 这就是那时候 那个敢说敢笑的张军英 1955年 他在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 祖国的花朵中 扮演性格鲜明的杨永利 张军英能歌善舞 浓眉大眼的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但是我呢 站上非常高兴 为什么 谁上去过天安门呢 看你下边游行队我还有漂亮 那跟平面看当然不一样 是不是 他是俯饰的 非常漂亮 所以我在上面又蹦又跳 特别有的时候当时还有那个飞机巡逻的 从天安门上经过 我还有一段照片 纸上 纸上 纸上飞机 飞机过来了 特高兴 所以毛主席看我特高兴 他开始问我 叫什么名字啊 我听不懂他话 他一口湖南话 一点都听不懂 基本上不懂 都是后边 彭真 那时候彭真市长 一看毛主席说话 赶快就过去给我翻译 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叫张军英 他问你 他手指在这儿 意思就是说 你是几道杆啊 就这个意思 我说我 两道杆 中对位 学习好不好啊 我说还行 我说功课还挺好的 张军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整个十一游行庆典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高达 因为我比了比 我才到他的那儿 就是中山庄那个兜 才到那儿 你知道吗 所以跟毛主席说话都这样 仰视着全是 在1953年10月1日 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 毛泽东主席在上午9点56分登临天安门 下午2点15分 庆祝典礼才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 整个典礼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彭真市长说毛主席请您休息一下 开始他说我不休息 请何湘宁休息一下 何湘宁年纪大 这个我记得 然后还让什么顾摸若 这些民主人士他让过几次 到最后人家都休息完了 从天安门城楼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彭真市长 之一让他休息 他就回去了 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是朱德 代替他的位置 这个朱老总人是非常热情的 站着我们俩中间 拉着我们的手 手特热情 但是游行队伍不行 到那时候就不走了 因为你走到下面的时候 没看见毛主席 那游行队伍他不走啊 就在那里用队伍就乱了 就这样 1953年 张军英的国庆 在毛泽东身旁度过 虽然当时没有电视转播 但张军英去献花了的消息 依然广为人知 他成了那个时代 最让人羡慕的人 一到什么对日 就让我去讲一讲 跟毛主席见面的过程 然后都要跟我握个手 因为说我跟毛主席握个手 张军英和王小槐 是最后两个在国庆典礼上 向毛主席献花的少先队员 1954年 五一游行 毛主席接受了献花后 提出 不要只给我一个人献花吗 这种源于苏联的献花仪式 就不再出现在国庆典礼中 几十年过去 张军英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但在这张照片里 她永远是个孩子 一个站在共和国领袖身旁的小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